都可以是用互联网去解决的 他说现在互联网可以看中医了就是 他是怎么看看他说 中医他是要 互闻问切嘛 要看你舌头 他看舌头肯定做得到 他把互联网把这个土甲传过去 这个互联网是肯定做不到了 望闻问切嘛 切切不到 不是所有的都可以说 我认为腾讯还是做得比较好的 他做了很多东西方便老百姓生活 包括方便聊 他做的是个游戏 也可以丰富一下文化 所以国家生活 但他最要把什么都想 微信 不当政治谣言 包括其他谣言之后能够控制住 其他我们实际上 所以对腾讯的影响还是比较好的 为什么 有的 有的这个电商 他是叫烧钱买流量 一百块钱买的都是八十块钱给你卖的 把这个身体经济的这个价格